大家可以去官網上下載這個apps 我們這隻是飛機V2來的 所以要下載一個Android機器版的 我們下載完之後 我們可以先進入apps 它會叫我們做一個拍攝 開啟拍攝 我們可以做第一部這個V2擊活 我們跟著步驟做 它會叫我們去開啟這個USB條紙 頂部這個位置會寫開啟USB條紙後 剪輯完成 我們就要找一個USB條紙的選項 剪輯是USB條紙 我們剪輯之後 按完完成 USB條紙一了 它就已經開啟了 然後我們下一步 它會教我們用數據線 來將手鍵和手機一起接給你的 我們就拿一個V2出來 開啟USB條紙 然後連接數據線上去 我們現在接手機 然後下一步 它會教我們開啟這個手鍵 當啟啟手鍵之後 它會打出一句準確USB除錯 我們這樣確定 拍攝狀態已經開啟 實代表已經做好即活解釋的步驟 就可以去下一步 連接這套手鍵 這個手鍵是用藍牙連接的 我們現在就連接手鍵 我們現在選擇哪款手鍵 如果要V2拉伸手鍵 我們現在就配對 配到完成之後 我們可以出到Apps裡 我們可以去左上角 然後拿到這個位置 再加上自己想玩的遊戲 基本上我們現在就可以用這個手鍵 來玩電動的遊戲 就可以了 每一部飛子V2手鍵都會跟一個 FindMagic的Adapter 我們可以把這個Adapter 直接連接到飛子V2手鍵 可以先插這個USB上去 然後我們要把這個USB 供電給它 然後兩個USB頭 這裡有兩個 我們可以插鍵盤 和按鈕 然後大家就可以直接用這個鍵盤 來玩這個遊戲 來玩這個遊戲